你们看到的我是这样的 6000多就能买到 AMD锐龙T4800H 外加RTX2060的紧基本 物质的非常的鲜 但其实是这样的 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 这样的 基本的售价只要6000多块钱 那这么一台性能强大 配置什么 那这样一台便宜支持光追 开始了啊 这台光 这台贴 还有这样的 今年大家对5G跟WiFi6 应该都是比较在乎 哈喽大家好 我是说完工厂的17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是非常喜欢给大家做开箱评测的 那既然是评测 我的视频内容里面 就会有很多关于产品参数的东西 然后最开始我拍的 这个视频来说 里面就有很多关于型号参数的东西 然而对于我这种 三秒钟记忆的人来说 每一次录视频 总有一些片段会反复的去拍 因为上一句说完 就忘了下一句 有时候还会重复的说一些内容 非常的耗时间 甚至在后期剪辑的时候 因为要找片段 然后就会有很多的沸沸在那边挑的时候 也会浪费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 所以呢 我 这一次就买了一个神器 就是这款百事月T2提词器 那为什么买它呢 一方面是想给大家带来更优质的视频 另一方面是担心更新频率太慢 导致喜欢我的小宝贝都使不下宴 请不安息 太思念我了 打开包装里面有一个提词器 然后这边有 哇哦 有八个转接环 非常多 泡棉圈 这边是扳手和螺丝 读成布 这个应该是手机平板的两用夹 还有一个蓝牙遥控器 装迷书 我们来装上看一下 这个原理就是把手机放在镜头下面 用这个提词器反射这边 但镜头是拍不到的 这就很舒服 大大的提升了我录制视频的效率 而且在面对镜头说话的时候 也会比较有条理 我这个是索尼的摄像机 这个镜头的话呢 我先找一个合适的转接环 然后把这个提词器安装上去 这边我就把我的手机放进去好了 下载APP 打开台词 就可以蓝牙遥控了 非常的方便 这个APP还可以调节自己的大小 颜色 速度和背景的颜色等 根据个人喜好设置就可以了 除了手机 这个提词器也很适合 微单相机和单反相机使用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 是用微单和单反来拍视频的 只要选择镜头对应口径的转接环 装上去就可以用了 手机我没有试过 理论上也是可以用的 但是你需要DIY一个架子 来放完手机和提词器就可以了 录制视频的时候 从我的视角看是这样的 怎么样很方便吧 这样就不用心心鬼鬼背台词了 NG的次数也会少很多 这款提词器我感觉是给自媒体的博主 尤其是很多做Vlog的博主很实用 那它有没有什么缺点呢 我觉得反光板可能尺寸还是小了一点 要是再大一点的话 看起来就更方便了 不过可能反光板太大的话 录制视频的时候 眼睛可能就没有再看镜头了 会显得有点奇怪吧 这里我要提醒一下 有一些设备拍出来会有黑边的情况 因为这个提词器是盒子的形状 但是我这个摄像机是没有这个现象的 还有比如电动镜头是没有办法接转机环的 这个的话反正大家入手之前就好先咨询一下客服 怎么样这款百事越T2提词器是不是挺不错的 如果跟我一样喜欢它视频的小伙伴 真的可以考虑入手这款产品 不仅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减脂的重量也不会很重 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视频观察的时期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